那我也請領我的律師來對各位做案情的說明 那就今天 就今天對於被告等人提告的部分 是針對被告裴委等人 他們其實常年都是媒體工作者 他們應該要散盡查證的義務 但他們竟然是在查證之後 明知高宏安委員的論文並沒有抄襲的疑慮 以及支撤會已經明白的說 沒有侵權疑慮的情況下面 那還是意圖以散播不實言論之方式 那在這個111年9月20日散播於網路媒體 於111年9月21日散播於 以這個出版的方式 出版鏡週刊第三百一十二期 持續的回損高宏安委員的名譽 那企圖的影響選舉的公平性 那這部分被告的行為已經涉犯 選罷法第104條 刑法第3104條 第二項加重陪報部分 那這部分就依法提出告訴 以上謝謝 那我們再開放媒體延防 委員長還想請問郭週刊今天是繼續質疑 說在董監事名單找不到你 然後還說氣力創辦人的經理疑似是被灌水 另外這個柯建民也說 他說支撤會就是政府所屬的財團法人 還說支撤會你是拿支撤會預算 去承受你自己的學歷 首先我覺得其實努力的人都會有回報 所以呢在這一段鏡週刊所揭露的這一段過程 在我支撤會求職的期間的過程 都是我在支撤會一步一腳印從基層 從2008年進入支撤會擔任副工程師開始 一步一腳印努力的成果 我想首先先回應鏡週刊今天早上報導的 他說我用支撤會來成就個人的學業 我想這是一個完全完全錯誤的指控 而且帶有相當多惡意的包含像是匿名爆料 以及一些惡意的揣測 我想首先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想先跟大家釐清一個觀念 就是說今天在公司裡面 其實呢我們的工作一定是我們在領取薪水 我們基層勞工領取薪水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完成所有主管交付的任務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在2012年的時候我希望到美國去供取博士學位 所以我遞出了辭成 向我的主管表明 我希望要離開支撤會去就讀學位 但是在當時我的主管未留我 他告訴我說 你要去美國所念的這樣子的一個博士研究 對於台灣的產業非常有幫助 因為在當時工業4.0還是一個非常剛開始的一個想法跟技術趨勢 他需要的是資訊工程加上機械工程這樣的背景 所以當時我的主管就鼓勵我 是不是不要辭職 改成以派駐美國的方式來協助支撤會 協助台灣的產業來引進相關的技術 所以我也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呢是到了美國來進行派駐當地 進行相關的研究引進以及輔導台灣的產業 去導入這樣子美國的技術進行數位轉型 而在這樣的過程裡面我每一年的績效都是名列前茅 我也在支撤會內部的許多的獎項都獲得了許多的基歐的獎項 那更不要講我也獲得了陳建仁副總統頒給我的國家產業創新獎 而這是一個經濟部的獎項 這樣的一個獎項 它代表的是我們在支撤會任職的這段期間 以一個法人研究單位以一個基層員工 我們是多麼努力的來協助台灣的產業做產業創新 而獲得了支撤會的推薦也獲得了經濟部的肯定 才有了陳建仁副總統來幫我們頒獎這樣的殊榮 所以我想今天進周刊一樣哦 用同樣的手段一樣的奧博 用一些匿名的爆料 想要在高宏安的這樣子一個努力的過程 原本是一段非常值得激勵的故事 結果變成了是他口中的一段非常惡劣的一個手段 去獲得絕利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不能認同的事情 第二個我也想跟大家提出一個證據 這是我在我們在支撤會 去做國家產業創新獎的推薦的時候 由支撤會官方幫我寫的一個推薦函 我想紅色的字我可以念一下 大家就知道我對得起支撤會 在工作期間給我的每一分薪水 如果今天我因為派駐美國的期間 攻讀博士學位有任何的待乎職守 那我也不可能獲得這麼多的績效肯定 以及這麼多的國家獎項 所以我想這都是鐵真真的事實 努力過的痕跡是不會被抹滅的 我在這裡念一下支撤會的這個推薦 我等一下也會發到媒體框 來讓各位媒體朋友參考 好 高鴻安進一步參與 輔導本會衍生新創公司的科製企業成立 這也可以解釋就是為什麼在科製企業呢 需要包含機械業領域的知識 機械訊號分析及資通訊聯網技術的結合 高鴻安以資訊工程專業背景 跨足到傳統機械領域主動爭取 本會國際人才培育的補助方案 也前往了美國新興納提大學 進修攻讀機械博士學位 重點來了 赴美期間客進職守持續輔導台灣產業 轉型製造服務化 建立了工具機的智能化整合服務平台的 應用典範案例 以及多次參與國際會議及展覽 提升我們的產品國際能見度 更透過國際應用經驗 回饋到台灣機械業服務的研發 所以回顧高鴻安在本會發展的質疑 他認真敬業與培育部署 積極為台灣資通訊及製造產業 努力奉獻 堅守崗位 適當兼顧關鍵技術研發者 及服務創新推動者的角色 八年來 他一步一腳印所締造的成就 更是難能可貴 我想資策會的這一個官方的推薦信 已經足以說明報導全然非屬實 報導所稱 我用資策會的預算 來去成就個人的學業 其實正確來說 應該是高鴻安在這一段時間 克盡職守 在美國派駐的期間 創造出許多產業輔導的佳績 也才能夠獲得外界這麼多的肯定 而攻讀博士研究 其實就是在主管的同意及鼓勵之下 在美國派駐的期間 我白天的時候 美國的白天 我努力的做研究 美國的晚上 台灣的白天時 我努力的完成資策會的工作 在這段期間也有許多的廠商 台灣的產業跟我是站在一起努力的 所以這是另外一家機械產業 他也同時給予我 在這一段期間幫他們 輔導轉型的鼓勵性 所以我在這裡也簡單唸一下 這一家公司 他說 有賴高鴻鞍在早期就 引入了美國前瞻的技術理念 他也在2012年 親自赴美研習機械健康預診技術 因此才得以在這家公司 推動的過程當中 用深入潛出的方式內容 進行前瞻技術 與應用的闡述 來指導我們公司的專案同仁 盛多 回想盛家 這還有 觀音 所以我想其實這一些事情 我也不知道鏡周刊是不是做球給我殺 就是說 他提到這樣子的一個質疑 反而其實可以讓我有這樣的機會 來跟大家說明 我在資冊會期間 所努力 所推動的這一些產業的成果 我也會將這一些文件 都放在媒體框 來供各位媒體來參閱 好 那再來 這個是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也獲得了 資冊會內部的技術經營獎 對 那這個我想也都是資冊會內部 給予的獎項 所以如果鏡周刊要指控我說 我拿錢去國外唸 唸博士 然後不辦事 我想 這一些都可以打臉鏡周刊 好 那我再回來講 剛剛有講到說這個資冊會的 就是衍生創業公司 其實科製企業是我們在資冊會 新光 創業新光賽的時候 我們跟團隊 是獲得了前三名的佳績 所以才有幸參與到這個輔導 衍生企業的這樣子的一個團隊 那在這裡面 我先前在代表我們這樣子的一個衍生公司 跟資冊會出國去做任何的演說 或者是研討會的參與的時候 我們一直都是用 co-founder這樣子的概念下去做 而不是說什麼沒有在懂監視的行列 就不會有所謂的共同創辦人 我想 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實際創業的經驗 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誤導 那最後我想還是要講一段是 今天大家在看到這個靖州刊的報導呢 其實我相信喔 因為裡面其實有洩漏了一些 關於我的個人資料 我想我還是先請我們的律師先解釋一下 關於今天早上靖州刊的報導 又再次有違法的疑慮 他洩漏了我的個人資料的相關情勢 這個案情的部分 我先請律師說明完之後 我這邊會再做說明 那我想喔 有關高委員之前在資冊會認職期間 有關所謂的出差這樣的資料 其實它也是屬於我們個人資料保護法裡面 所謂的 這個職業跟社會活動的個人資料一部分 那它是屬於可以直接或間接識別的一個個人資料 那在沒有經過這個個資所有人的同意情況下面 應該是不能夠隨意的收集利用使用 那否則這樣都會有違反個資法的疑慮 好以上 即便說今天喔 就是用政府資訊公開法 但是在第12條裡面也明確的表示 在利用這一等 就是說有跟個人資料有相關疑慮的 這樣子的一個侵害到個人權益的可能性 應該要書面通知當事人取得同意後才能進一步使用 所以我想剛剛律師已經說明了 今天鏡周刊報道裡面 所包含的我的社會活動 我的職業這一些的細節 都是在個人資料保護法裡 個資的定義範圍裡面 所以今天我想請教 鏡周刊 你做這樣子的一個個資的公然洩漏 把我的個資的權益 網顧 在周刊報道上面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大規模的發布 請問 你有合法合規嗎 請問你使用的資料來源是來自於誰呢 我相信資策會一定是承受了國家機器 或者執政黨柯建民相當大的壓力 才會不得已要提供出這一些資料 但是今天這個資料的提供 如果今天是誰提供給鏡周刊 鏡周刊又靜置的將我的個人資料 對外做洩漏及公開的報導 我想這一定是有很大的一個違法的疑慮在裡面 所以我今天早上也緊急的 跟我的律師團進行了研討 會未來也會來捍衛我相關的 個資被侵犯的權益 同時我也要禁告 今天資策會到底是承受了多大的壓力 要把我的個資在未盡個人的允許 跟同意之下 我完全沒有收到任何書面通知 要不然直接洩漏 那如果說今天是因為你們要去做什麼樣的問證 那也不應該是單獨只洩漏給鏡周刊 一家特定媒體做特定目的的供給 我就問在這裡有這麼多的媒體 請問哪一位你們有收到這一份資料 如果要公開來檢閱 那為什麼只有鏡周刊可以收到這份資料呢 為什麼不是公平的來對待媒體呢 為什麼不是在國會的問證的這樣子的一個場合 才去使用這一份你們違法擴權取得的資料呢 所以我想今天高宏安所代表的是 如果未來我們的民進黨 可以因為跟你的政黨理念不同 可以因為你是政黨在競選當中的對手 你就可以去要到用壓力來要到各種類型的個人資料 那我想我們今天真的可以宣布 正式宣布台灣進入綠色恐怖元年 因為今天我看到的這個情況 已經是公然違反我的個人資料的權益 那我也希望我是清清白白可以經得起檢驗 就如同今天我站在這裡 我可以跟你們大聲的說 我在資冊會 我對得起我每一分薪水 我對得起我每一個主管所交辦的工作 但是這不是一個對的事情 錯的就是錯的 你今天違法的去向資冊會 施壓要到資料 轉手給特定媒體做政治攻擊 這就是一個錯誤的事情 我希望未來不要再有高宏安的受害者出現 我希望選舉可以盡快回歸到正軌 大家都很膩了 不要再用這種負面選舉的方式 我想今天的提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我們的態度 以上謝謝 因為柯總招有說 他說資社會是屬於經濟部所屬的財團法人 所以政府是對資社會有實質的控制力 並呼籲你說要逆爭上緣 您怎麼看他這樣 逆爭什麼 逆爭上緣 什麼叫逆爭上緣 就是他說 不好意思聽不太懂 好沒關係 我想這個問題我已經回答過非常多次 我覺得柯總招可能是 就是他想要刻意的去帶風向 或者是扭曲事實 我再說一次喔 資社會在政府捐助的比例只有不到40% 資社會是一個司法人 資社會不是經濟部所屬的機關 所以在司法人的情況之下 並不會因為他有七成五的收入來源是來自於政府 他就可以說他是政府機關 這完全是兩碼子事 所以今天身為一個司法人 我就請各位想想看 一個私人的民間公司 難道他會因為他接了政府的偽辦案 或者是他接了政府的科專補助 他就會成為經濟部底下的公司嗎 並不會嘛 他會不會因為他今天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偽辦案 有在裡面 他就可以把所有的員工的個資 毫無保留的外洩出去 不會嘛 所以我覺得柯建民總召在這樣子的一個發言理下 只會讓我越來越了解到 原來政客的嘴臉是如此的醜陋 原來今天一個令人尊敬的政治前輩 是可以因為一場縣市首長的選舉 打擊對手 拉抬子弟兵 而讓他們去做出這麼多不當的發言 所以我今天希望我們還是要回歸到正軌 資策會就如同我剛剛說的 你要去跟他要員工的個人資料 也應該要按部就班的來 你今天要對他伸出你的手去施壓 要求他們要突出資料 也應該要在合理合法的範圍之內 你今天就算你施了壓 你拿到的這些資料 你也應該要合理來使用 而不是轉手給特定媒體 來去做政治打壓的這些事實 更不要說 特定的媒體搭配了網路的側翼 搭配了一些其他的網路上面的KOL 在報導一出來 立刻就梗塗滿天飛 這明眼人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一條龍的預謀式的攻擊吧 所以我想對於柯建民的話 我也回應到這裡 我想未來既然我們已經有了提告的程序 我想未來我們也不就這樣子的一個 這麼多的荒唐的言論 再一一做回應 我要回歸到我們正常的選舉 去爭取選民的支持 而不是要跟民進黨跟柯建民在這裡 泥巴丟來丟去 真的沒有必要 謝謝 你怎麼看這個沈慧紅昨天還繼續上周玉寇的節目 周玉寇還說要幫沈慧紅來加持 我想昨天周玉寇跟張女士的這樣子一個 在北檢前面的一個行為跟發言 已經讓社會大眾都感到相當的不捨 也相當的痛心 對於我們的媒體亂象 對於這些網路媒體的霸凌的事情 如果今天我的對手還選擇跟他站在一起 那當然也是他的選擇 我相信選民支持周玉寇的 那就可以支持我的對手 如果今天你對於這樣子的媒體霸凌 跟網路亂象也已經厭反的話 那我想你們如果支持我的對手 那就等於是認同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再跟各位再補充一點 就是說其實這一次的這個鏡周刊 鏡集團 鏡電視等等集團 其實有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其實我們也我們也合理的懷疑說 在這樣子一個操作之下 是不是跟最近的這個55頻道 要移屏的事情會有相當大的關聯 那包含說我們看到其實 現在55頻道的這個TBS要分別移到 包含像是158頻道 149等 這些冷門的頻道 那空出來的這55台的黃金頻道 卻有傳出來說是要讓進新聞的電視台進駐 那這件事情其實也讓大家覺得說 非常的奇妙 就是這件事情的一個標準到底是什麼 如果說今天是因為儀屏的這個授權金 就是我們講說授權金談不攏 所以會有這樣一個儀屏的結果 但是呢其實根據我們看到的一些資料 其實在這個授權金的部分 確實TBS它其實它的授權金 它並沒有說像外界講的 是說非常的高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目前有掌握到的幾個疑點 那我相信現在立法院即將開議的 委員會開始運作 我覺得這件事情也應該是朝野的立委 大家一起來監督的 畢竟現在如果說NCC 關於像昨天我們看到的媒體霸凌的這些亂象 其實都是NCC應該要 還是要堅守它獨立委員會的一個權責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進電視目前 其實在兩年內燒掉了13億 金流其實也是一個相當疑雲的狀態 那我們也看到說裴委在擔任的 這樣子的一個淨傳媒的時候 金淨傳媒其實它有巨大的財務黑洞 所以如果說今天用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TBS它的收視率或者是它的一個表現獲獎 都不足以去作為它移平的一個理由 那進電視 進新聞 它這樣子的一個財務狀況 或者是內部現在也有一些 像這樣子的一個媒體報導的爭議的時候 那為什麼我們的NCC還會去 讓它可以去做這樣的一個移路到黃金頻道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必須 未來要去在立法院好好來去做監督的地方 我們希望說這一些 由鏡中刊所發動的對於我的抹黑攻擊 不要成為是NCC作為移平的交換籌碼 我想這些事我們目前呢 必須要補充說明 希望未來可以針對我們的這樣子的一個移平的事情 我也呼籲在野黨的委員們 大家一定要一起來做監督 謝謝 謝謝 所以今天會連柯總召一起告嗎 今天沒有告柯總召 今天主要是先以就是我們那一個 上週一的這一份報導 上週二的這一份報導為主 沒有柯總召 對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今天晚上睡不好覺呢 跟阿比一樣淺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點點聲音就讓你睡不好呢 現在阿比要推薦你這個 用喝的就能紓壓的飲品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一包就可以讓你輕鬆無負擔 現在趕快上快點購還有優惠搶好康喔